好 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画面上呢 这个101的风阻尼器呢 其实它原本就是要来对抗强风来避免大楼震动 现在可以看到它晃动得非常厉害 这是101有史以来呢 风阻尼器晃动最厉害的一次 正负的晃动幅度达到100公分 距离上一次晃动幅度最大的记录是苏力台风 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晃动幅度大概是正负70公分的摆幅 但这一次是完全超过了当时的记录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震荡的方式也非常特别 过去大概都是左右方式的晃动 但是这一次的晃动幅度呢 竟然是有一点呈现是旋转的方式在环绕着 所以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台风来起 惊喜的时候呢 这个风势跟速度是有多么的猛烈 而这个最大政府发生的时刻呢 是在8月8号的6点59分 就达到了100公分 而且可以看到它一直不停的晃动当中 而在101的部分也表示目前呢 大楼是完全停止营业的 就是要避免危险 以上像真心情换个棚内 好啦 所以如果有陆克要去101拍照的话 今天也没什么好趣了 不过呢 好 来看